看著手機裡的道歉 簡訊桃園歸山 這間市場攤商們 還是好生氣 因為日前一名陽性男子 打著前立委 閻清彪助理的名義 參加市場的意賣活動 過程中不只假裝 打給閻清彪取得授權 還假借名義 喊價到六萬五 取信攤商民眾 都講得好像真的一樣 完全就像真的 甚至連問他薪水什麼 都對答如流 有沒有什麼commission什麼 整個講得好像真的一樣 沒有想那麼多 真的沒有想到 但意賣結束後 這名陽性男子 竟然在市場裡 開始吃起了霸王餐 還向攤商們說自己錢不夠 要跟他們借錢回台中 而且說好 要捐出了六萬五善款 事後也一毛都沒 會進戶頭裡 這才讓攤商們驚覺受騙 向警方報案 很快我們就覺得怪怪的 把那個顏清彪第一個人沒出來 跟他本人沒出來 還有六萬五也沒有進 那個教養院的那個戶頭 第一時間就先去 四行大佛島 主秀 給我一次機會 薩姨哥也真的謝謝你 讓我有重生的機會 更感謝所有大家 我知道錯了 對著鏡頭一把鼻涕 一把眼淚 事發後冒充嚴情標助理的陽性男子 發現事情鬧大了 趕緊自拍影片PO網 也傳簡訊 向攤商們認錯 希望再給他一次機會 但即便如此 該面對的法律責任 恐怕還是逃不了 借你一張在李英文 吳登麗 台北桃園報導 中天電視 全身製作強黨大戲 美好年代